那當然這個也有這個分析的認為說 其實呢這一招是這個對侯友宜 根本就是殺侯禁朱 讓這個朱立倫可以兩個願望一次滿足 2024的敵人呢也消滅了 然後呢公投戰犯呢 爺爺已經找到了就侯友宜嘛 那你這個俊憲怎麼看國民黨的這個內亂 你的看法 那我覺得受重傷的是朱立倫 馬英雄那天的談話其實非常有意思 那人家訪問馬英雄 那侯友宜不表態怎麼辦 馬英雄說你去問朱立倫 就很清楚嘛 沒有朱立倫就沒有侯友宜 那侯友宜就是朱立倫一手栽培出來的 那現在侯友宜竟然不挺 升為黨主席的朱立倫 那黨內我覺得有很多人 等著看朱立倫好戲 基本上朱立倫很浪費 那黨主席的領導微信 受到重傷了 那侯友宜昨天寫了這篇簽字文 基本上是給國民黨內看的 因為剛剛跟民進黨本來就不同立場嘛 那不必寫的 根本不必寫給我們看嘛 那寫的就給國民黨內看 那寫國民黨內看 那其實有幾個非常重點有意思的 就他寫的文字裡面有一個寫到非有吉底 所以他其實是跟國民黨說 跟這些深藍的人說 我就算印象跟你們不一樣也不要把我打成敵人 那簽字文的一個重點就是侯友宜反對亂 那這個基本上跟民進黨四個不同意的主張一致非常相像 所以引起了國民黨內很多人的一個反彈 不過啦 政治是實力決定啦 這實力 政治實力是最現實的 我認為國民黨傻傻的不知道去研究他 那民進黨要研究何友宜 2018年以前根本沒有何友宜 他只是地方的一個副市長 幾乎全國沒有人認識他 很多人也不知道他在新北市當副市長 那2018年他得到國民黨提名 是新北市長候選人開始 他扶上了全國的一個舞台 到現在才幾年 這三年多的時間 他已經是一個不得了的政治明星 那他怎麼走到今天呢 他就是因為跟國民黨切割 跟國民黨保持距離 所以國民黨現在在鬥爭他 在打他 等於在幫何友宜的忙 何友宜我為什麼 為什麼說要研究他 因為他的做法跟傳統政治人物不一樣 何友宜先拿下 大概三成的中間選民 這些淺色的選民 現在最支持第一人選一定是何友宜 然後深藍的部分 他也許會流失 但他得到的一定比市區的多嘛 所以他先拿下中間選民 再去看他基本盤 也許會有流失 但是加起來他最大了 那傳統的政治人物相反 會先去顧基本盤 不能惹基本盤生氣 不能惹基本盤翻臉 那何友宜的做法很明顯的 他就顛覆過去那個做法 公投算壓力 公投不表態多好而已 何友宜最大壓力是不挺韓國瑜 那時候壓力更大 那時候選總統大選 何友宜當時就已經是國民黨內最有實力的諸侯 他抵抗韓粉的壓力 他一直到最後才稍微一試一試一下 從頭到尾都跟韓國瑜保持距離 也就是因為那次總統大選 反而讓韓國瑜一戰成名 我覺得他未來是民進黨最大的對手 這個毋庸置疑 不是因為他個人 而是因為他會有這樣一個思維 他完全跟過去國民黨的那種 很難都有國民黨這隻人物 不被深藍綁架的啦 算少的 所以他這樣簽字文 基本上就是打臉國民黨嘛 那朱立倫說有啦 我們有我們有溝通 其實再怎麼溝通再怎麼包容 最受傷的就是朱立倫的領導微信 剛剛主持人也提到 他已經是一個最弱勢的黨主席 再連一個你自己栽培出來的侯永宜 你都沒有辦法把他拉 不用說控制他啦 來跟黨中央國民黨現在立場站在一起 那朱立倫怎麼跟對面對其他國民黨內質疑的人 所以所以我覺得 侯友宜他寫那個簽字文 不只是做一個不只是做一個切割啦 基本上啊 他那個簽字文的企圖心是他站在藍綠之上 他那個是大概九層打藍 他一層也在打綠 你不要表示說他跳脫 在你們兩大黨現在在公道 你看我看得更遠 這兩黨都被他吃豆腐耶 這我覺得他他寫這個非常厲害啊 所以 連民進黨那個前輩 林左水都說啊 這個是台灣目前的政治一個 這咖是政治的一個奇蹟喔 所以國民黨越反彈啊 你注意看越反彈越深藍的人 對 你像陳雲珍打那個什麼什麼侯友不知所言 對 侯友要的就是這些深藍的人去打他啦 哦 他前輩的一定會支持他啦 哦 深藍越打 這個這個一定會反彈後座力嘛 政治就是有得有失啦 你要的百分之百得很少啦 你一定會有得有失任何政策推行也一樣 政治人物做一個決定一個行動 侯友宜難道不知道他從頭到尾公投不表態 他會得到國民黨的反彈嗎 他當然知道啊 哦 他一定要經過計算嘛 好好 所以蔡世銘講到了 這就是國民黨愚蠢嘛 現在侯友宜叫做 俠民意以令國民黨 俠民意以令國民黨 對對對 那實力真大於國民黨才能這麼幹啊 沒錯 來我們先看哦 這個是一個網路媒體哦 做的一個這個叫十大政治領袖排行榜 這個這個表是九月 今年九月份哦 好你注意看侯友宜哦 他是七十三點五趴 他是全部的這個台灣的政治人物最高的 那第二名是賴清德 這六十九點六趴 所以侯友宜 其實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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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 每三個月做一次哦 侯友宜都是第一名 而且看好度就是所謂看好度 就未來能夠成為總統大位的看好度 都是最高都在七成以上 好再來我們看最新的哦 這個是哦 昨天昨天才公佈的最新的哦 他還增加到七十六點一哦 還增加到七十六點一趴 他公投這段時間 他從來沒有表態 他的看好度還會逆勢上升哦 不表態煩逆勢上升 沒錯沒錯 所以這也就表示侯友宜 他知道這個才是主流名義哦 他知道他現在做的就是對的事情 好那你說像賴清德 這段時間他公投努力表態啊 四個不同意啊 全身跑透透啊 欸降了五趴啊 降了將近五趴啊 所以你這個一升一降你就看出誰抓到了所謂中間選民 誒 說穿了侯友宜現在我寧可你藍的要四個都同意 綠的要四個不同意 不好意思我中間選民要自己做決定 那侯友宜12月初已經針對這個反萊豬說 萊豬絕對不能讓他進來 他認為這個表他已經足夠了 那當然藍營會認為說那你至少再多講一個嘛 你公投綁大選民國民黨提了你多講一個嘛 他也不願意 為什麼我相信侯友宜他有他的一個盤算 就是他不要讓這四項變成回力標 未來如果他不斷的提不斷的提 未來有一天啊又一個回力標 當他要選大位的時候 一個回力標打在他身上 現在你會發現檯面上的政治物 每個都被回力標所苦 因為過去的表態跟後來的發展完全不一樣 所以侯友宜我覺得他刻意要避免 用所謂的表態來決定他未來的政治生涯 那這個這是侯友宜的一個 你要說政治智慧也好 你要說他的政治的這個謀略也好 但最關鍵是因為他有民意基礎 那我們再來看這一張 為什麼說是侯友宜 國民黨需要侯友宜 而不是侯友宜需要國民黨 來我們看了 這是上個月一樣的這個網路媒體做的這個 總統的這個對比支持度 侯友宜是最高的 41.8 那高於這個賴清德的38.6 好 侯友宜的這個41.8 你知道國民黨上個月的這個政黨支持度是多少嗎 各個媒體平均下來大概是在18到25之間 也差太多了 所以到底是誰比較強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所以這個藍營人士還說 侯友宜真以為實力大於國民黨 他是實力大於國民黨 侯友宜就是認為他就是大於國民黨 你國民黨有辦法拿到41.8%的這個支持度嗎 所以嘛 特別是中南部 中南部侯友宜這一套是吃的下去的 所以呢 侯友宜他是他不只是要站穩新北 第一個叫俠民意以令國民黨 第二個我俠新北以令國民黨 新北400萬人口 我站穩了 接下來我就可以進軍整個大台灣 這個就是侯友宜的如意算盤 那你說侯友宜有多厲害 我講個故事給你聽 侯友宜在當市長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急診去住院 他是一個新北市民 可是他是到台北市的醫院去住院 但因為是用119這種所謂的消防系統報案 然後呢送急診到了台北市的醫院去住 過兩天 他居然收到了侯友宜的這個卡片上面署名 新北市長侯友宜 來關心你早日康復的卡片 哇做到這麼細啊 重點是他還住在台北市的醫院裡耶 對 你就知道侯友宜對於掌握民心 是有他的一套 他善用這個所謂的警政消防的系統 那更何況更不用說你看從疫情期間 到這個什麼關心這個基層的弱勢等等 他都是站在第一線 所以你會發現這兩年 侯友宜好像沒有犯過錯啊 對犯了錯也不會有事 這是侯友宜一個獨特的政治哲學 那當然我有親身一個經歷 我講給這個主持人聽 去年我曾經寫過侯友宜的負面報導 就是說講那個故事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有議員去認為去質疑說 侯友宜他卡他的這個所謂的配合款 那還議員還會有所謂的市政府還有議員的黑名單 如果你今天被列為黑名單 你的錢拿不到 你要去會刊我們局所首長我們不派人 就去杯葛你這個議員 其實這樣對一個市府來講 會有點像阿爸那種形象 其實是負面的 結果我們通 當時我在週刊工作 週刊禮拜三出刊 這個報導還是上了封面 結果呢 早上到了九點多 網路沒有一片 沒有一家媒體把這個新聞抄 像常常我們講 就是一家媒體出 其他人就會某某媒體報導 怎麼樣都沒有人跟進 到了一直到九點半 侯友宜出面受訪 他也他也不是說你們不要報 他說我出來受訪 標題就會是被週刊報 怎麼樣怎麼樣 侯友宜說怎麼樣怎麼樣 就會平衡了 所以呢他在這個新聞的議題上面 他不會吃虧 都是由我的說法 不會那種就是斷章取義 或是說由媒體去帶風向 這是他站在媒體 我講站在媒體 我第一次碰到這個狀況 對就是你出了報導 居然沒有人跟進 一直到他出來講話 才有人跟進 這就是侯友宜所謂 能夠在新北立下這個基礎 很強的一個地方 所以陽明不認為說 他就會被逼出國民黨 不會出走就對了 我認為現在國民黨沒有能量 他不再是當年李登輝 可以把宋楚瑜逼出去的 那個國民黨 現在國民黨沒有黨產 沒有資源 恐怕得要靠 拜託侯友宜的這樣的政治明信 來帶國民黨往前衝 所以要不要走 完全看侯友宜就對了